在部落社区少有原住民青年的政治参与机会 面对整体社会环境不友善 身为在地部落青年的朋友需要团结力量 因此民进党原住民事务部 一连三天在花莲举办了各式课程 重视青年声音 也深知青年们的参与行动讨论 让原住民青年可以了解在未来 可以为部落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为了让部落青年能够了解并投入公共事务的参与 民进党原住民事务部 一连三天在花莲举办各式课程 重视青年的声音 原住民青年公共事务营跟政治参与 最主要的目的是让他们参与 然后讨论 因为公共事务一定要经过讨论 经过参与 再来行动才能够了解 所以会让他们到部落去 也让都市的年轻人知道 回乡是一个很重要 因为你回乡之后 可以讨论到文化 也讨论到部落的语言 所以让他们来实际的参与 那也希望说我们这一次的活动 让这一群年轻人清楚明白 所以刚刚讲的 参与行动讨论 才是我们主要的目的 在课程当中 部落青年也认为 公共事务影响部落相当广泛 跟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青年必须投入公共事务 才能够了解进行体制内的对话 其实公共事务的范围很广泛 真的很广泛 它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你可能不自觉 可是其实你就在受 公共事务的影响 这个里面 那我其实昨天是分享自己 在投入文化工作大概十年的经验 那其实是用分享的方式 我觉得现在的生活 要面对的事情越来越多 年轻人一定要投入去认识它 我们才会可以跟 我们才可以认识这个 大社会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那行政的部分 它到底是怎么运作 我们有机会认识以后 才有可能做对话 把我们真正的需求 然后部落强调的主体性 在这个运作中去实践 袁明慧副主委林毕霞表示 鼓励青年能够投入 公共事务的讨论 才能够了解部落 以及族群的事务推动 在面对行政时 应该有的流程 从这个说明当中 让就是鼓励我们的年轻人 能够多参与我们 公共事务的讨论 这样他们才了解 部落的事务的推动 或族群事务的推动 面对行政的时候 他应该有什么样的流程 会碰到什么样的现实困境 在这样的一个说明 跟对话当中 我觉得可以激励 年轻人对族群政治 会族群的这种 公共事务的这种好奇 跟他们的热情 那因为他们毕竟是 我们的社会的中间砥柱 由他们来主称 负责我们未来的工作 我觉得是会对原住民事务 充满希望 民进党原住民事务部 期盼今年能够凝聚原住民青年 参与公共事务的能量 一同关心地方事务 以及青年的未来 综合部落在地产业的体验 与参访 重大原住民议题 以及民主政治体制的课程 能够获得更好的青年交流 记者凌桀 花铃市采访报道